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、主席林朗燕、成员周庭 涉于去年包围警察总部案 11月23日在香港西九龙法院审讯 三名被告承认多项控罪 法庭宣布三人需及时还押 并押后至12月2日判刑 黄之锋、林朗燕和周庭 共同被控一项煽货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指他们于去年6月21日在京中下穴道 非法删获在场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周庭早前已认罪 黄之锋及林朗燕否认控罪 他们的案件在11月23日开审 两人改编一项在庭上认罪 黄之锋另承认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 指他同日在湾仔警察总部正门外组织未经批准集结 此外黄之锋与周庭同被控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 周庭早前认罪 黄之锋或控方不提证供起诉 控方在庭上播放多条黄之锋等呼吁示威者阻塞下穴道 及包围警察总部的片段 法庭还听取了辩方求情 宣布三被告需及时还押 案件押后至12月2日判刑 团队 团队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